你 你覺得他做生意 比你厲害對吧 個人能力非常強 是這樣的吧 那你到底是要找老闆 還是要找老婆呢 你如果是找老婆的話 你應該回答我說 因為我覺得他很善良 他很溫柔 他很漂亮 而不是他的個人能力 比較強 所以其實你黏著他 有兩方面 一方面就是你 精神上的這種 依賴 另外一方面就是你 想把自己的全部身家 也同樣依賴和託付給他 但目前顯然 他不接受這樣的託付 在他看來 你對他的這種黏 就像這個口香糖 沾到頭髮上一樣 令他非常焦慮 所以他才會提出分手 而給我的感覺 就是你一直在活在自己的 這種思維邏輯當中 我最開始覺得你膽小 你怕這個怕那個 你說你跟著他出去 是怕別人騙他 但事實上是因為 你怕他跑了 你不給他吃宵夜 你說是因為你怕他胖 吃一頓飯就能胖嗎 事實上是你怕他花錢 包括他買衣服這件事情 他花的都是自己的錢 你怕什麼呢 你是怕你沒有辦法掌控他 你怕他離你越來越遠 你是一個很拧巴的這種狀態 既覺得他的工作能力比你強 又不想讓他去賣那個小商品 因為覺得說太便宜 所以你自己一直活在這種 矛盾狀態當中 當然了 他把狗留在你那兒 其實就是為了留一根線嘛 你並沒有真的想要離開他 不然你自己買的狗 你也不可能留在他那兒嘛 而且作為一個男人 你說你跟一個狗爭鋒吃醋 你在整個的愛情當中 自己已經沒有一點分量了 你把自己置於一個非常輕的位置上 我們說兩個人為什麼在一起 當然是為了彼此更好 過上更好的日子 現在顯然如果你們兩個結婚 你可能會過上更好的日子 比你以前 但是他肯定沒有他以前過的好 而最可憐的就是那條無辜的狗 那條狗現在受的所有的委屈 就是你們兩個這種 愛情的擰拔的狀態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 我覺得你們倆不合適 起碼應該分開一段時間 各自調整 然後看能不能繼續 祝每一位幸福 謝謝 謝謝紫妍老師 男孩你想一想 你愛的真是他嗎 如果他做生意能力沒你強 他長的呢 沒現在好看 你還會找他嗎 也會 你騙人 沒有 你其實愛的並不是他這個人 你愛的是被他愛的那種感覺 你愛的是被他呵護時候 你那份自由 在這種感覺之下 你會覺得自己慢慢的可能像一個寵物 或者你需要他對你寵愛 這才產生了你對於小狗的嫉妒心理 這是不正常的 明白嗎 他不可能無緣無故地寵你 因為他不是你的母親 我感覺你也是在母親的溺愛之下長大 如果你真正的愛一個人 你要知道他的需求在哪 你要滿足他 他需要的不是你黏他 而是需要的你幫他 在他在外做生意 勞累的時候你要做做家務 你要關注他 他買一件衣服那是因為他喜歡 你要滿足他的喜歡 他逛街你為什麼就不能去陪他逛呢 他要的是你的陪伴的感覺 你都不能給他 你很自私 你只會得到 你不想付出 所以呢 你就黏著他 跟踪他 怕失去他 這麼下去你遲早是要分開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愛他的話 就要了解他 讓他能感覺到被愛的感覺 所以你先更加的獨立起來 他需要一個幫手 他需要一個愛他的人 不僅僅是他要去愛的人 明白嗎 用你的實際的行動去愛他 一定會換來他更加的愛你 就這樣 謝謝曲總 怎麼去評判你們的感情 是否能繼續 首先我們要看 這段感情是否健康 你覺得你喜歡現在自己嗎 不喜歡 你喜歡現在的你嗎 先生 我太喜歡 我從你上場聽你講話到現在 我就一個感覺 就是前段時間有個著名的歌手 說了這樣一句話 是不是該找回自己 男孩應該有的荷爾蒙啊 你明白什麼意思嗎 你站在這兒 整個就沒有男人樣啊 所以你現在變成了一個 你自己也不喜歡的樣子 我們看著也不舒服的樣子 原來自己有電 可以做生意 還可以追到一個漂亮的姑娘 能力都去哪了 你的活力呢 你在這段感情當中 變成了一個不好的樣子 所以你們知道了 你們的愛情不健康 我們場上三言兩語 無法去評判 究竟你們之間發生了什麼 但看現象啊 兩個不快樂的人 不健康的愛情 就不值得 我們一定要把自己的精力 投在上面 或者你要清醒啊 你剛才說他要分手 不行我還得去追他挽回 你還挽回什麼呀 你連自己都挽回不了自己了 你都沒有遇到一個好的自己 怎麼可能遇到一份好的愛情 所以先去找自己 找到自己再找愛情 找到愛情不能失去自己 聽明白了嗎 希望你們都能擁有健康的愛情 謝謝